大家好 欢迎来到保生传媒 现在为大家播报一则突发新闻 解放军包围东沙岛 战争一触即发 根据台班立法委员王定宇爆料 从9日开始至现在60几个小时 中共派出大量渔船组成的海上民兵和大量军舰潜艇 包围了台湾东沙岛进行南海夺岛军演 形势一度相当危急 台湾出动了F-16战机和预警机 对中共发出最严厉警告 美军昨日派4架B-1B飞机抵达关岛 大黄蜂航母携F-35B隐形战机朝东沙驶来 东沙战事有可能一触即发 针对中共利用海上民兵对台湾东沙岛进行战争挑衅 台湾国防部和外交部用中英文召开紧急临时记者会 向国际痛诉中共严重的挑衅行为 蔡总统今招七大部门召开国安会议 讨讨论抗击共军事宜并视察防空飞弹部队 准备在中共在入侵台湾领土时与中共决战 台湾出动F-16战机和预警机飞巡东沙 并维持空中优势 中共海上民兵如三个星期不退 台湾东沙驻军海上补给将面临严重困难 届时美台军队极有可能与共军摊牌 共军近期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进行所谓的被轰炸演习 似乎在东沙周边开战做准备 东沙岛是太平洋进入南海和印度洋的咽喉 一旦让共军占领就等于为共军进入太平洋第二岛链 即威胁美国创造的条件 东沙岛是南海上东沙群岛的主岛 面积1.8平方千米 是南海数百个岛交中最大的岛屿之一 由中华民国管辖 因为岛屿形状如牙 俗名越牙岛 东沙岛二战时为日本军事管制 期间由日本占领并新建小型机场和海军罐头工厂 1946年9月12日 中华民国政府派遣海军军舰收回 重新建立国碑 经历五十余年建设及整备 成为中华民国捍卫南疆最重要的堡垒 岛上有清代中国渔民建造的渔葱和庙宇 如大王庙 毁后重建为天后宫 岛上曾有气象台 无线电台和灯塔 便离海上航行 海军工薰舰中 中海舰曾负责运送补给品到东沙岛 今天东沙导致巴士海峡区域已成为美中争夺关键 共军连续不断派战机来此区域骚扰 就是为了控制南海和武统台湾在做战争准备 此次中共以海上民兵为先军 后面跟着大量军舰及潜艇 对东沙形成层层包围 就是要将这种海上威胁常态化 并作为武统台湾的作战模式 台湾已做好准备 共军三周若不退将爆发美中大战 另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解放军接连两天出动约30架次军机 7艘军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内 长时间作战演习 台湾国防部外交部罕见于10日晚间 紧急召开记者会 并透过推特发出英文声明 诉诸国际社会 国军直指解放军以构成挑衅 蔡英文总统视察空军以稳定民心 台湾国防部10日晚间8点 紧急召开记者会 谴责解放军接连在9日、10日 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内 进行大规模演讯 距离台湾最近只有90海里 构成非常严重的挑衅 国军警告驱离 避免擦枪走火 军政府部长张哲平上将指出 解放军此举已对台湾空防 造成严重影响 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形成威胁 并且这些军事行动的位置 就在国际航线上 对国际飞航安全也造成影响 我们呼吁北京当局应该要求解放军有所节制 近期的骚扰行动已经引起台湾人民反感 不要再当麻烦制造者 张哲平强调 绝对不要低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 也不要忽视台湾人民确保自由民主的坚定意志 外交部也开记者会强烈谴责 台湾外交部紧接着在半小时后 也召开记者会强烈表达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中国政府的挑衅与威胁予以严厉谴责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中国政府不顾区域安全稳定 公然入侵其他区域成员国的防空识别区 并做出挑衅行为 这对于区域国际社会都是警讯 因为解放军今天选择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业 明天就可能在其他国家周边进行同样的威胁 欧江安强调 中国政府正为区域投入极端不稳定的因素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正视 这项形成中的侵略性力量 蔡英文总统出席全国安全防护工作 汇报并视察空军 蔡英文总统则在11日上午 出席多部门参加的全国安全防护工作汇报 并且巡视两区空军防空飞弹链 蔡英文重申 国土主权 冲步不让 民主自由 坚守不退 国防部令罕见在推特以英文向全世界表达台湾的立场 保胜传媒会继续跟踪报道 欢迎大家关注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3日 0月3日 9月6日 1日 1月5日 1月6日